中央地钓所画的波地灾害土 这张图是农委会水宝区画的土石油风险地图 散在三个单位图 邀请营建署 把这张三张图呢 贴成一张图叫做台湾风险地图 两年前三年前画好了 你会发现什么呢 一堆人 一堆人住在非常危险的地方 他的房间还高得不得了 还有呢 一堆高速公路经过顺向波 你们记得一百年北二高走山吗 那天没有挂风 那个下雨 山滑下来了把几乎都卖掉了 为什么 高速公路经过顺向波 我们台湾人呢 我们工程师很厉害 我们就用地毛去搭纳的生病 但是呢 我是工程师 我告诉你 地毛是有寿命的 所以我们台湾人呢 每个人都在算命 我怎么知道我今天设计开出去的 寿命地毛的寿命到了 我就留不了家了 因为这一张补充 都到尾没有做出来过 现在是做出来完以后 你要不要公告 你敢不敢公告 你怎么公告 事实上是一定要公告 但是公告的结果 我会让整个台湾的房地产做巨大的变化 所以政府不是公告 一定要公告 但是公告以前 要把所有的配套都要想清楚 都要想清楚 还有呢 你要公告这张图 你要根据过路计划法 但是很抱歉 不想过路计划法 在立法院睡觉睡了十年 再睡十年 他永远不会出的来 所以我就告诉我引建署说 不等过路计划法 把这些图交给所有的地方政府 要求他们重新检讨 区域计划跟都市计划 未来鼓励使用标的 是根据不同的灾害等级 现在问题是 我在的时候 是我的优先顺序 我离开以后 绝对不会是任何人的优先顺序 为什么 因为他会踩到多少既得利益 这个红线 他会产生很大的增值的backfire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不是你要做 打不敢做 还是我们必须要做 但是你如何有智慧的来做这件事情 还有我刚刚讲 台北有一个六七一阵 我们找到四千户的房子 我交代引建署 一个月之内 把土壤业化城市区 全部给我找出来 全国的喔 台北在哪里 台北在四里北同 大城中山王法 板桥新庄五谷三桶 泰山独中 现在问题来了 三百万元出在这里 全台湾三个地方 最危险 台北新北台湾 做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这些资讯来给所有的地方政府 告诉他 内政部出钱 你们去跟土木祭司公会合作 在去年年底以前 把要倒掉的房子 全部给我找出来 这样的房子 你们要小看这样的房子 你我都还很可能 买不起 所以我们不排除 我们台北新北 不排除有一两栋漂亮的建筑屋 但是 the whole city is not there 我们的城市实在是不情歌的 可是问题是我如何淘汰掉 这些老旧的建筑屋 下一个难题是 钱在哪里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